过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龙中队 YFU优德中级格斗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贵州毕节威宁 遗族回族苗族自治线乌萨体育馆 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评论宇晨 这是一场男子银亮级的对决 中国运动员张美轩 对阵塔吉克斯坦的别科夫 从纸面的数据我们来看 张美轩是比对手大了十岁 而在身高臂展方面 别科夫是各有一公分的优势 两位运动员的身形 还是比较像的 而张美轩这场比赛 算是主场作战啊 绰号川山豹 之前拿到了瑞布银亮级的世界金腰带 而他今天的对手绰号豹军的别科夫 在2015年和2016年是拿到了塔吉克斯坦 MMA的冠军这也是一位桑博系出身的运动员 两个人一上来 还是打得非常的小心 应该是都跟对手做足了功课啊 还是第一回合想要就拼拼站立 给低扫 好 一个中枣接腿之后 我们来看 漂亮 别科夫前顶之后破坏了张美轩的重心 张美轩迅速的起身 两个人继续回到战力当中 还是在找机会啊 继续的给扫提 漂亮 真的是硬摔啊 别科夫的绝对力量 实际上不过啊 拿背 我们看看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机会给裸脚 但是起得有点太高了 很容易又被滑下来 果然别科夫起身挺快啊 张美轩滑下来了 别科夫此刻还是用自己的后半身 把对手张美轩抵在轮往边 就是把对手摔到地面 我们现在来看 接下来别科夫 假杀 撑住了张美轩的脖颈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看张美轩接下来是要做逃脱 还是要怎样 控制对手的手臂 张美轩现在是一个腿勾 已经搭进来了 但是目前在这个位置 还是可以尽快地逃脱出 目前不力的把位啊 连续地给锤机 还好手臂能给一部分的格挡 锤机来了 对这个位置 别科夫打得还是很舒服啊 又是拿背 好我们来看吧 对手给陈平 现在手 手臂要往下去穿 右手的手臂开始要 布置裸脚的把位 给锤机 对这个位置可以先不用着急 给打一打对手 马上翻身过来 还是拿背的位置 到了侧身位 手臂依然是没有穿进去的机会 别科夫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的严密啊 来到侧身位 然后现在是锁住了对手的下巴 对别科夫来讲应该问题不大啊 继续地去锁对手的下巴 别科夫现在还是有喘息的机会 继续地去拿背 这个位置还是略微地有一点点高 别科夫可能还会选择顶块 现在做规防 我们来看 对 起身之后又是滑了下来 然后别科夫顺势地上顶之后 现在是来到了上位 这个手机是不被允许的 果然 长谈欣辉把双方叫起 对 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就是直砸肘啊 我们说 12点到6点的直砸肘 在比赛当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这是一个犯规动作 而且刚才有一肘应该 看别科夫的状况 应该是打到了后脑的区域 但应该不是那一轴所致 然后谢辉是 现在把张米萱叫到了中立脚 来询问一下别科夫 看看是否能够继续比赛 别科夫应该问题不大 能够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这是给了一个警告 别科夫看来问题不大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两个人回到战利 在战利的对决当中 两位运动员还都是比较小心的 这一拳压得不错 继续来找机会 因为在身高臂展上 两个人相差不多 别科夫现在选择下舔抱摔 抱上嘴 漂亮 直接把对手带到地面当中 这个动作一气呵成 继续的去顶住对手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在整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 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 尤其是栏方别科夫 这一位桑博系的运动员 拿到了2015和2016塔吉克斯坦 MMA的冠军 在地面上自己的防守端的能力 还是非常的顽强 那么反观 我们来看一下中方的运动员张美轩 在进入到地面之后呢 还是有自己部署降服和裸脚的逻辑在的 而且我个人觉得 进入裸脚的这个过程 不管是他在拿背的过程当中啊 还是选择把对手给斩平了之后 去穿手的这个过程 都做的是非常的顺畅 但是我觉得没有做成的很大一副原因 其实来自于别科夫 是因为他在地面的防守 还是相当的严密 但是我们来看 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 在战力的过程当中 打得还都是比较的小心 看清楚 看清楚 好不好 控制人一下 好不好 不要跟他拼地面 好不好 看清楚 该踢 不该踢 你控 他就报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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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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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